遭到了菲律宾恐怖组织绑架的张安威 他在回台之后呢 他的哥哥张大公 过去在面对媒体 总是不愿意说明这个案情的细节 但是今天上午呢 却是一反常态 接受了电台专访 他表示因为媒体炒作 所以谣言四起 他除了借此机会来澄清之外 也认为既然事情已经落幕了 就请媒体不要再追逐这个议题 让他们的生活回归平淡 不能讲 不知道 我知道我也不会公开 我不能讲 我不能讲 过去不管怎么问 不说就是不说 不过张安威的大哥张大公 二十四号上午 却接受电台的独家专访 唱谈妹妹的绑架案 很多命运期该结束了 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 我不应该因为我有这个议题 张大公说由于媒体的炒作 谣言四起 他不得不出来说个清楚 他先前不认识马总统的侄子于靖 马总统也不知道于靖 有参与救援行动 更不可能因为跟周美清的交情 获得高层的特别关注 他主动找 主动找我 找我妹妹 找张安琪 所以他帮着上忙 这是一个私人营救行动 对不对 私人的 于靖在第一线 你中间做协调 做沟通 对 他也强调 在官方的说法下 是从来没有付过赎金的 不过对于过程中 某些政治人物 泄露进度 差点危害妹妹性命 他感到非常愤怒 但被追问是否指的是 内政部长李鸿源或是立委蔡震源 张大公都不愿证实 官员政治人物 媒体的失言泄密 事实上当时 对我们在营救过程中 造成了很可怕的危机 我对这些欠缺道德的行为 很愤怒 张大公表示 妹妹张安威 昨天已经出院 身体状况良好 既然事情已经落幕 对于某些政治人物的失言 如今已经不想追究 有点TV 蔡中鲁 杨文祥 台北报道